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打开时台阶上密密麻麻的补钱币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而这就是佛教传说中的金钱铺路 随后这个封存于地下一千多年的地下密室被重新开启 2499件大唐西式珍宝的香继出土 揭开了这座尘埃地下千年之久地宫的神秘面纱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当年考古跟拍的这段影像 去看看这些宝贝当时是如何被发现的 其实此次地宫被发现也纯属巧合 1987年的一天一道闪电把法门寺披成了两万 几天后考古队在对它进行重新修缮的时候 发现法门寺塔基上一个大理石盖 揭开大理石此时一个地洞显露出来 透过洞口在场的专家看到里面存放着数不胜数的经营器 此时专家主意识到传说中法门寺地宫地下埋葬着宝贝的传言确实属实 经过商议后他们采用科学的方式找到地宫的入口 于是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找到通往地宫的台阶上他们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唐代钱币 在台阶的尽头出现了一个石门 石门上还雕刻着看不懂的神秘符号 随后专家组打开石门上锁了1113年的一把秀迹斑斑的铁锁 石门的后面考古队发现一个写满文字的石碑 后来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一块物账碑 它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建造这座地宫石碑 被供奉佛旨设立捐献物品的名称和捐献人的信物 果不其然 随后在地宫中出土了2499件物账碑上记录的大唐珍宝 其中物账碑上记载的武后秀群也被专家组找到 这件武后秀群就是当年武则天穿过的贴身衣物 他为了表达自己对佛祖的虔诚于是将他命人拿去陪葬在地宫之中 而关于大唐女皇武则天的遗物 此次也是在历史考古中第一次出现 当时请到德国的丝织品专家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原来绣裙上的花纹是用黄金拉丝作为绣线 上面针织的金丝仅仅0.2毫米 比人的头发丝还行 说明当时唐朝的丝织品工艺水平达到了极为高超的水平 后来还发现了一枚银花双轮十二环西杖 此西杖四股双轮十二环 它比唐僧手持的那件西杖等级还要高 被称为世界西杖之王 后来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宫廷查局 史书上消失的密色瓷器 西域嘲讽的流金雀鸟文银香囊等等 后来专家组合物杖杯仔细核对 全部吻合一件不少 但此次地宫出土的最为贵重的 就是佛教世界的至圣之物释迦牟尼的植骨设立 它当时被放在一个八重饱含之中 在最里面的第八层一个银制的光果内发现 这枚植骨设立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 唯一一枚释迦牟尼之骨设立 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法门四地宫中的宝贝 在历经千年的岁月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中间数次王朝灭佛行动都幸运躲过去了 他会选择1987年的和平年代 重现天日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 我是胡八一 加个关注点个赞下期 继续带你探秘更多神秘的古墓和文物